留校查看三个月 今天晚上马总统宴请了部会首长跟党级立委 他说这个观察期要怎么样 只有一个月 好 只有一个月最新消息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中国演员主持是他 网友众批台湾男艺人是死光光了吗 这是他曾经拿下第十六届金马奖影帝的中国演员黄博 就是他将主持今年的金马奖 受到不少的争议 那我请教的是学恒 我觉得领奖 颁奖 就说两岸之间这种交流是无所谓 可是主持会不会有争议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看大家切入的角度 你知道 譬如说之前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说 金马奖连香港人我们都不可以让他们来领奖 这个片绝不可以颁给香港人或是中国片 我觉得这太偏激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奖尽量要高龙大 你才是国际型的奖项 但是现在问题是 如果你连主持人都不是拥有你的国家的国籍的话 这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心态 特别是我记得制作人之前有讲过 因为我们不要挺寒流 所以我们不可以跳骑马舞 大家就会质疑说 好 所以你的立场应该是尽量支持本土人才 来担任我们的主持的工作 因为主持的工作是从头到尾 颁奖人什么 你可以邀请韩星 你可以邀请其他国家人都好 可是当你认为这样子是你最好的人选的时候 其实你对于台湾本土人才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真的引起争论的这个地方倒不是说跨国或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做 没有 我举个例子嘛 成都的百花奖跟国际的奥斯卡 你会找一个大陆人或韩国人去主持吗 不可能啊 全世界有名的这种影艺的大奖都是自己国家的主持人嘛 现在黄渤 台湾这些艺人如果主持人这么多 为什么会让一个黄渤来 黄渤 如果马总统立临的话 像去年立临金曲奖 黄渤愿意称呼马英九叫马总统吗 马先生啊 不会啊 不会 那不会为什么找这样的人来主持 马英九会不会去参加吧 那如果副总统去 威尼市营展东京营展都中国在打压 你还要找他的人来主持 这不是让中国看笑